大家好,欢迎回来《军武器言》和《霍新芝》的closeover的节目 这一节想跟大家讲讲最近有些传媒透露消息 讲到解放军现在研发高科技武器 高科技武器是会影响人体,不是从影响人体结构出发 是会影响人的思想,甚至有机会去扰乱大家的大脑功能 可能会影响到对外界信息的接收方面 例如如何接收外界政府或其他人的信息等等 这件事听上去也是一件相当大件事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究竟这件事的出处在哪里 这个空月来风是否代表背后政府之间的信息战 还是在说后面穿着附会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订阅 包括我们军武器言和科学生之两个频道 记得订阅,按钟仔,按全部 还有记得点赞 好,陈博你好 是啊,Larry你好 是啊,我们说起这件事是很搞笑的 因为这件事是来自《Washington Times》 大家要注意,我们平时说的那份是《Washington Post》 那个叫《邮报》 这份就叫《时报》 有点不同,小报些 当然,那这份呢 他就说他们收到一些开源情报的一些分析 那就是有一份报告 那我就没看过这份报告的 因为我就不知道他那个分析师是什么 那好像很神秘的 那说到呢,就解放军现在在发展这种武器 那这种武器呢,就是直接攻击大陆的 那甚至乎呢,做得好的时候呢 是能够控制大陆的 那他的说法就说呢 它是一支枪来的 那就类似呢,就是枪里面 会有一些电波这样射出来 那就是我们叫这些定能 就是定向武器 定向能武器等等的东西 那就总之就是会射出来 那然后就 会对那个人体 那有没有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我们都不知道的 不过就叫做好像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那个brain war那样 就是奴作战的那个情况 那究竟是怎样呢 那他甚至乎说到一份报告的十二页 虽然我真的没看过这份 是一份什么报告 那但是说到呢,就是这件事呢 已经在中国里面 就已经发展了一个叫做神经打击的武器 叫做neural strike weapon 甚至乎呢 中国在这方面呢 是世界领先 那大家听到这些都很觉得 他应该是直接翻译中国的 那些才可以说世界领先 大家发觉通常都是有 就是这些这样的东西的 那华盛顿时报说自己是有这份报告的副本 那就是应该 其实是来自呢 这份的报告就应该是来自解放分 那所以陈博 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讲多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情况 那我们之后可能会再讨论一些 那些什么生物技术 那里面其实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怎么样 还有会不会被美国现在新一浪的制裁 其实呢 都饿不出什么花款呢 那陈博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就是说到neural strike 其实在我们军事上呢 就一个很高阶的打击 就是我们经常讲很多种打击 就是包括有cyber attack 那你又可以有网络的攻击 那可能你针对着硬件 软件的那种攻击也有 那现在讲到神经打击 是不是真的那个层次去到很高 甚至乎你觉得以你的认知 就是现在美国在发展中 中国在发展中的科技 那就到这个技术的高度了 大家很容易一听到这些 就觉得很科幻 很高身科技那些 那些东西 当我们能够做到 那么大杀伤力的 那些这样的物理上的打击 化学上的打击 甚至乎一些生物上的武器 如果我们能够呢 可以介入人的思想 来去把这些干扰老部运作 变成一种武器 那就很厉害了 那你要想到 其实几十年前 就算那些人做科幻的 都会想得到的了 但是呢 我自己是比较奇怪 为什么又会拿出来 炒作一下这些新闻呢 其实久不久你又会拿出来炒 就是这些 你如果看回 今次说中国大陆 说有这种 发展着这个老控技术 你如果看回 那个新闻的内容 说的那些 其实和2021的时候 也都说过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现在2023又说回 接着又传了回去 传到去印度那边 又传到台湾那边 一路又将它炒起 又说多次 这样 就是有点奇怪的 但是呢 我就不是很想停留在说 哇 这些事情 就是 它究竟做得多厉害啊 那我就比较习惯 就是说 那你现在由我们 现时的科技水平 科学水平 究竟我们 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些 介入人的大脑运作 从而去影响人的思想呢 但是 我们知道的资料不多的 但是起码有一样东西 比较肯定就是说 只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全世界科学界也好 你要去 只是了解整个脑 去怎么样运作 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一种清醒的意识 有一种 好像自己 觉得自己有个灵魂 存在在身体的 这种这样的感觉 是怎么去做的呢 那其实都还没搞清楚的 所以呢 如果在那个 对于 意识的 科学地理解 都未能做得非常完善的时候 你就说 有人在搞这些 我其实感觉有点像 但是 我们平时还没说无人机 无人机 如果你飞过来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击落 有很多方式的 第一个呢 就是放一个动力的武器 例如射支导弹 把你整个打下来的 另一个方式呢 就是用一些电波干扰 你干扰到你最后呢 就是和那个大台就失去了控制 最后呢 你自己跌下来 那其实它似不似这一种呢 就是现在眨眼看下去 就是它是想用一些电波 去干扰你正常的运作 干扰到一个程度呢 最后你就把你自己的台 然后就透过它那个电波 它去发施号令 去令到你跟它那一套呢 嗯 那么这里呢 其实这种想法呢 就很有一种 将人当成一个收音机这样的假设的 就是会觉得呢 总会有我们撞到呢 一种甚至几种的电磁波频谱 然后就可以令到影响到 我们的脑部机器正常运作 于是乎就令到我们失控了 这样的样子 我这里也要问回 就是大家自己身边观察的人的经验 就是大家有没有试过 真的遇到一些不如其来 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 突如其来的电磁波 被它击中了 自己暈倒在那里呢 或者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跟着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那以我们所知 大家去参与群体活动那些 你很少见这些这样的例子 就是这些不常见 就算你说的 不是说人类 你讲生物也是 你将它拿很多不同的电磁波 会不会影响到 令到它发了癫 跟着那些动作失控那些这样 这个背后就很容易去假设 就是我们是将这个人 当成为一个 好像一部原子粒收音机 那样的机器 它是以几个 很独特的电磁波频率在运作中 于是乎 我们掌握到这些讯号 就能够干扰到人脑的运作 但是其实是不是这个假设 本身是对不对的呢 那我们实际看到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人脑本身 对于电磁波的接收 是很差的 就是 但是我不敢说 是不是完全没有作用 就是我会这样说 人的脑 或者任何其他动物的脑部 你放在电磁波之下暴露它 以我所知 什么时候会有最大反应呢 你把脑部的东西放在微波爐上 的确是会有反应 它整个会熟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有没有一些频率 是令到你维持 不影响你的生命运作 但是纯粹影响你里面那些电磁波 在那里怎么弹来弹去的那些呢 你是找不到一种这样的机制在那里 所以我就会说 是不是拿着一支枪 指着你的头 然后就令到你 不用有个子弹打穿你 但是已经令到你里面老部 自己黏了线去烧了 跳了fuse 这件事我就觉得好像很卡通片 我觉得 嗯 如果陈博娜我们退而求其次 我不要说控制那个人那么重要 我只是用类似这一种的枪 就是我们估计就发出一些电磁波 从而去对他造成一定的 例如说那个太小感之降低 那一刻可能他立刻就看东西蒙很多 听东西又差很多 整个五感六感都差很多 接着就令到他那个思考能力急剧下降 不是太清醒 甚至乎造成一些结构上的损害 就是可能说 某些神经细胞 那些神经系统 或者甚至乎令到他的认知都会产生 即是无论短期或长期的情况 那如果以那个伤害性的角度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那你说如果在老神经科学界 一些简单的实验 你实际上有人去做过的 你将一个还在运作的神经 老神经细胞 然后将它看看它对于外来电磁波的反应 那你如果看到它是对于某几种电磁波有反应的 那你才有理由去相信呢 可能我们真的可以用电磁波介入到老的 就是影响到老的 是不是 就是不是说令到它改变思想 或者令到它原本work 跟着就不work 就暈倒了 那样行不行呢 至少在那个科学层面上面 我们看不到任何机制 就是说神经和这个的电磁波的关系 那但是这里又要讲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身边有没有朋友呢 甚至乎我听过一些神经科的医生他们 有一种这样的观察 那他就不是说有什么科学实验自己做过 他们就说 就是都市人呢 都真的免得过 你如果租房啊 你都尽量不要租那些在天棒对落的那些 随时那栋楼的天棒上面 很多那些这样的无线电话 那些这样的收发 那些5G信号那些 其实这件事讲了很多年 那些东西会不会令到人家容易生癌啊 容易令到人家干扰到脑子呢? 这样的 在学术界面 是真的有很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找不到什么很有意义的结果 但是呢 也都间不中你就会听到有人就说 哇 我之前搬去那里呢 上面多几个那些5G那些收发器 我就睡不着了 一路就失眠 但是一旦离开那里就没事了 但是很多的因素 你是不是说到 真的电磁波和你的脑子那里 会有相互作用呢? 没有很有意义的研究是真的能够证实过这一件事 那由这儿去看 你连影响到人的健康都不是那么有很实在的科学证据的时候 更加不要说有电磁波可以令到那些人 可以令到那些人思想混乱 暈倒了这样的 那这个都还没看到 但是在那个公众 和在那个新闻里面 久不久你就会看到这些这样的传闻了 就说 喂 我在某个办公室那里做事 但是我就常常听到这些怪声 然后呢 我离开这个建筑就没事了 但是唯独是我和我的同事 就好像特别容易中招了 就会整天觉得好像 就是个人是会有一些震 接着就会是整天的记忆很差 接着的精神也都不好 那久不久你会听到这些东西 但是很多都是变成了一种原案 甚至Larry 你可能也听过有这样的例子的 结果就没什么结果 是啊 那么就陈博刚才说的例子 当然有令我们都想到一些 在外交上出名的例子 包括呢 就这个Havana Syndrome 就是我们叫做坑亚纳纵合症 或者叫Havana纵合症 或者叫Havana纵合症 都没问题的 那就应该是说的是 2016、2017年左右 那当时在CIA 就是有些人在古巴工作的 那他们就报告给美国政府 他们又有一些很厉害的头痛 耳鸣很累 记忆就有些问题 有些更差一些 甚至有些人说 我的脑子好像有些伤害 甚至乎认知上都会有些问题 那整个报告呢 最后呢 是去到差不多成一千个例子 那最后呢 就很多的科学家 医生 就将呢 这些呢 那么综合的 这些这样的症状 我们叫Syndrome 就归类为 哈牙纵合症 因为就真的 那个起源 就是在古巴那边 那个情况 那大家也都去研究说 会不会在那个大使馆 或者在那个office的附近呢 有些秘密的声波呢 就指着 平时指着他们 所以呢 引致到呢 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就 这个都是 我想都是未解之迷 是吧? 一直没有 未解的 未解的 就是到了近年 都还有报告翻出来 就是说 经过很多的调查 就将它那些食水来源 食物污染来源 全部全部排除了 那接着就 再现场的报告等等 那大家就很有趣的 觉得能够 这么不留痕跡 能够造成杀伤呢 离不开电磁波 和升波 那样 但是现场也都没有办法证实 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 很不知名的 这些这样的射线来源 所以一直就是 就是搞不清楚 这件事是怎样 那在这里呢 其实要可以 亦都去update一下 比如说 以我个人所知 现在能够就是说 做到 用一些外面的来源 而它们去影响到一些生物 它那个状态的话呢 我反而听过一个例子 就真的是现实上的研究来的 它用的不是用电磁波 就不是那些 就是说你听声音机 5G信号收法 那种这样的电磁波 它是用超声波 但是那个超声波的仪器呢 你真的要像一个头盔 那样戴在头上的 那它戴呢 就不是戴在人的头上 它就找白老鼠来做实验 那麽就发觉呢 只要找到一个 那种超声波的频率 我都不记得了 就去很准确地去指入了 那个老鼠老部海马体那些 那些位置呢 是可以影响到 就令到那只老鼠呢 是很快进入一种幽眠的状态 是说就是 好像冬眠那样 那身体呢 是那个心跳慢了 然后连个体温呢 都降低了一两度 那样的 是几次它们那些 动物呢 去冬眠那种这样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 很有趣的 就是用那个超声波 对于老鼠其中一个部分 就被一个影响下去 就令它能够进入到这样 那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个别的例子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 它一定要 将那个射线源 很准确地瞄到 在老鼠的一个部分那里 那然后就是说 对于老鼠可以做得到 那你说是不是直接代表 对人可以做得到呢 就没有人试过的 那但是如果 就是会说 如果有人是拿到人 去试而又做得到的话呢 这个实验呢 我觉得一定你会在 学术期刊里找到先 就不会说是 就是变成一些 很秘密的科技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暂时你说 如果由那个 就是学术界里面去看 我们对于那个老鼠 如何运作的认识 那个详细的程度 没足以去支持到我们 去对人老做一些介入的动作 你能够找到一些 就是可能比较近一点的就是说 你可能就好像 刚才那个白老鼠实验那样 你找到一些好像 超声波射线来源的 令到个人去帮助你 进入睡眠状态 那可能 这件事情 会有少少机会发生 因为在白老鼠那里 做实验做过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下子就要跳到 哇 已经是 又说到中国已经做到 然后还是领先在美国 那样 那两边做到怎么 又不知道 两边都不见有什么 很独特的科研 好像叫做 比较支持到他们 能够做到一些更加先进的科技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些这样的报纸 无端端 炒起这宗新闻 我就觉得 大家当故事听了就算了 也是 还有我想其他 就是说到可能中国 会不会去 用这架枪去做思想控制 那些 未太至下 我相信 这份报告 我们叫做中国的国情 就是他们本身如果推出的时候 有中国的特色 就永远都有 他的research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评论了 那就是我和陈博 我们都 我们都有一个提法的 Anyway 那我们觉得 今次 就是这个案例 那又可能是 你说会不会是一个 宣传战 信息战 那样呢 那大家都可以去判断 那陈博这些消息 久不久都会炒一次 久不久又 是的 又会回头的 这些事情就很有趣的 是啊 那所以就我们 大家就 用个客观 这个态度去看这件事 就不用一听到这些消息 就立刻会产生恐慌的情况 那 那就 谢谢陈博 那 今天我们这个 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的 crossover 先到这里 那大家记得多多支持 包括订阅军武器言 还有订阅科学新知 我们两个频道 都是比较多知识型的 信息型的频道 给大家平时了解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在下次节目 就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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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